拿去列印或者是說拿去那種輸出中心的話 那你就要確定說你那個圖有多大 你要輸出多大張的尺寸 然後你的解析度是說多少 所以如果假設一般相片的話 它的 預設這邊有一個 預設級這邊有相片 那如果你是4乘6的話 橫向4乘6 那它的解析度是300 會把英寸乘上它的解析度的點 相乘之後就是它的尺寸 所以一乘的話就是1800 乘上1200 這個後面單位就英寸 所以以後假設你要多少英寸 你可以是轉換的 預設當然可能一般我們看都是像素 可是以後如果你假設要去沖洗的話 你就問一下 老闆那個尺寸是多大 你跟我講一下 那我就在設計的時候 那我就是 先跟你要輸出那個大小是一致的 這樣的話就不會輸出的時候 會有誤差 OK 所以 另外的話 解析度記得 最少要300 當然 如果你用 你說老闆那用150 會不會OK 其實150 也可以 但是你仔細看 它還是會感覺比較粗糙一點 你說老闆那如果用600 600當然更好 可是如果你假設用600的話有個問題 就是這張圖 它將來存檔的大小 會是 300的 幾倍呢 你說老是300跟600不是差 乘以2嗎 跟各位講 不是不只乘以2 因為它是有寬跟高 所以是2再乘2 所以其實 如果你用300 的解析度的話 那跟600的解析度 它的大小 不是差2倍 而是差4倍 也就是說 你要乘上 寬跟高 它是 總共的話呢 就是 300 改成600就是 它的那個 尺寸就6倍 所以將來你要考慮到 那個檔案會太大 可能這個部分 另外的話色彩模式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沒有支援 32倍 剛剛同意 30倍也沒有辦法編輯 所以不然的話你改成16倍 你會發現 顏色的數量 跟影像的尺寸 也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你顏色越多 尺寸越大 有沒有發現 這邊成Double中 然後我們16 按確定 OK 然後再把它填滿進來就可以了 編輯填滿 把剛剛這張填進來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字打上去 不過我試了一下 好像你原來字 設定比較大 比較不會有鋸齒狀 後來我發現我把字打成小一點的字 因為它字原來比較小 就打個貓好了 那我不要用太大 我用10號字 然後記得最後有個動作 按右鍵 這邊要做這個動作 叫做點真話文字 如果你沒用點真話文字 它要向量字 它就 不會有鋸齒狀 所以記得這個動作一定要做 然後再來Ctrl T 接下來的話 鎖一下 我試過用100 就是變1000的話 好像字還沒很大 好像還可以更大 變2000看看 2000好像差不多 10號字2000 你會發現基本上它 就整個變成好像只有點 完全看不出字了 那你說為什麼 因為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輸入的時候只有10點 有沒有 10號字其實就是10點 那10點的點數很少 所以相對看起來 會比較有鋸齒狀的效果 不過打鍋好像它又 會稍微再幫你描 雖然說我們設定的時候是不要 有幫你 有沒有 但是它好像還是會幫你補 補一點點 也就是它 不可能說完全 就是 照原來的樣子 然後 其他顏色 恐怕 你們自己再改一下 顏色也許黑色好像看起來不好看 也許你可以把它稍微改 改成你比較覺得OK的顏色 最後的話 就是再增加一個塗層 這個塗層的話呢 記得放在貓的下方 這個的話呢 我們剛剛是用光譜 所以就是 等於是最後 我是希望 就是有 三個塗層 一個是背景 就是我們剛剛填的這個東西 然後一個是貓 就是字 一個就是光譜 不一定是光譜啦 你說老師我要漸層 可不可以 你用其他也可以 我剛剛好像改了另外一個 我是用這個漸層裡面的 不是用菱形嗎 我用這個 這個我覺得還OK 那其他那你也可以改其他顏色 你也不一定要這一個 你可以改別的顏色 然後一樣就是看哪個角度 把它放射出去 放開 然後呢再改個顏色 當然它這邊有很多色彩增值 加深色彩 這些我想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如果效果更好的話 那不妨你也可以試試看 綠色 甚至我們剛剛是什麼 顏色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用不同的顏色 去試試看 你說老師有好幾個版本 我 那最後可不可以同時教 如果你要教多幾個沒關係啦 反正你作業如果你有很多變化 可能一隻貓 你做完覺得 意猶未盡 你想要再做一隻狗 也OK 最後如果檔案太大的話 我看你乾脆最後變化題的話 你乾脆就另存新檔的時候 直接就存 JPG給我就好 如果變化題的話 假設檔案怕太大的話 你就直接存這個 JP1G這個 JP1G的圖檔 再繳 JP1G的圖檔 這樣就OK了 或者其他還可以存PNG這個也可以 PNG這個格式也是OK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剩下的時間就給各位 把今天的練習 試著完成 那如果 104這一題完成 變化題完成之後的話 可以看一下106 106的話水管這一題其實 也還好 但是它多濾性